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啊 我是阿尼没办 在这个一月中 我们见证了明目张胆的脚跡 不讲道理的性转 男孩子在家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还有一个主题 在五十几部新翻中怒刷了14次存在感 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 好好聊一下这个我一直很想聊的 咦?世界? 那要嘴翼世界 这么大个蛋糕 从哪儿下口呢 真的让我考虑很久 后来还是在上厕所的时候想到 你说一世界厕纸 具体是个什么味道呢 在开始之前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或者在评论区里留言 当然利用这个时间订阅按赞 或者到我推的脸书里follow一下 再支援两罐猫粮也是不错的选择 不是说AI聊天很屌的吗 这个测纸异世界啥味道都不能解答 差评 那解答这种难题嘛 首先还是要收集资料 在这里范某就刚好采访到了几位异世界人士 听听他们的看法 微老 没什么特别的 能是我还在用本世界的调料吧 哦对 有点狗口水味 你别说老鼠的体味比麒麟好多了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 哦 我的上帝呀 瞧瞧您问的问题 阿尼妹范 我亲爱的老伙计 行了行了 直接说好吧 好 那当然是金钱的味道 臭味啊 我是没闻到什么 大宅里的卫生一直挺好的 倒是他们老说我臭 这都挺好的呀 数码宝贝吗 能有什么味道 不对 你们都忘了哈 大便兽 一坨会发光的金黄色大便 在一世界的鸡家里 也还是那古熟悉的汉臭味啊 臭 那肯定是有点啊 切磨交通 鸡犬家门 难道你不会被买 臭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妹都超香的 别惹了 你谁啊 有兵吗在这 不错 我们这是有兵制作的新游戏 Gunstack 异世界极道传说 黑道大哥丘人 一日他被小弟堵死了 然后就穿越异世界了 这啥 你看这不带一次做作的穿越剧情 邂逅的人物男的帅气 女的有兵 战斗方式 看上去是三肖 其实是类似转竹的游戏啊 尖的背面是功法的 背面是补 再加上属性相生相克的关系啊 怎么把牌面转成输出最高 其实还是要动脸脑筋的 范某玩了一段时间呢 觉得最赞的一个是这个课金系统 首先他真的是很低调啊 不会老跑出来 再来说他不是那种常见的翻牌十连抽 而是类似于一番赏 池子里一共有25个格子 抽一次刮一张 如果是你把池子中三个角色都给翻出来的话 所有的格子都会打开礼品全送 所以理论上 你只要欧拉三次就可以清台 我一定就是天选之人了 嘿啦 嗯 hello 游戏体料是不大 但是本土制作颇有诚意 就是纯粹好看好玩不闹心 现在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下载游戏 一起来玩Gunstack 异世界级道传说 让游戏伸出更多可爱的妹子来吧 好啦 做个小演出开个玩笑 这几位我请到的异世界代表 有个人认为 穿越文祖师爷陶渊明的桃花元祭 20世纪初西方穿越名作之一绿野先踪 80年代日本第一部穿越动画 高达之夫夫也由幽记之道的圣战士丹拜英 90年代异世界代表12国祭以及数码宝贝 再到最近两年返想很不错的 锐林与异世界放浪美食家 这么些作品虽然都属于异世界题材 但是内容 利益 时代 国籍都不同 也许只有一点是相同的 不是测纸 好啦 先不提最近的 但凡是上个世纪的作品 你应该都不会听过有人用测纸形容它们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同样是异世界题材 过去和现在口碑怎么相差这么大呢 异世界 说全了 就是主人公穿越或者转身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转身穿越加上后来比如夺射什么的 是故事开始的契机不是重点 异世界本身世界观的描写 主角与在那里的人们发生的互动是核心 而不确定这一点 是经常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异世界的醍醐味 比如说转到了什么地方啊 家里有几口人 有没有米啊 甚至是转身后的性别啊 这是不可预知的 如果在转一前就知道未来啊 在哪里买菜 哪里打酱油 发小妹子爱吃卤肉饭 还是驴肉火烧 那就会少了穿越异世界那个vibe 比如说阿凡达故事中那个潘多拉星球够异世界吧 男主也是真转身了吧 但你说他这个故事算不算异世界作品呢 反正范某觉得星际题材的都很有违和感 但外国论坛上还真有不少人觉得他是异世界啊 可以看到20年前这些穿越前辈们 机甲奇幻 周潮古运 童话架空 三缺一补个全夜叉吧 平行时空的日识和风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异世界是百花齐放万家争鸣 而这些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 就是能在描写好异世界独特风貌的同时 展现人物对于这个陌生世界真实而符合性格的反馈 在用本世界与异世界观念或者技术上的不同 带来的种种意外推动剧情展开 异世界本身的描写多一分拖沓 少一分交代不清 如何取舍平衡就成了不大不小的创作门槛 而这一门槛在接下来十年内被吃干魔镜 回过头来看 2004年绝对是个神奇的年份 这一年山口深的青小说《灵之史魔》出版后大卖 穿原力在个人网站上连载的《刀剑神》预售的广泛关注 网络小说连载平台成为小说家吧 正式开服上线 而这三件事渐渐收速到一个结论上 新时代的读者对于刀剑魔法魔王勇者冒险工会 努力贩卖的类中世纪奇幻世界的倾和度远超其他异世界 为了方便叙述 这里就叫这种异世界范特希好了 要去深究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 那估计还得再来一起 其主要原因还是电子游戏的迅猛发展 伴随着龙与地下城勇者斗恶龙最终幻想等等 奇幻世界风格 GRPG成长的一代人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 如果说04年的人类尚未察觉 06年灵之始末的改变动画虽然火爆 但淹没在众多神作之中让市场有些犹豫 12年刀剑神域 黑衣剑是新爆气流展 不仅展出了动画BD累计超过4万的销量 小说从第一卷到第十卷 全部同时进入Omicron销量排行 一个餐饮前饱受争议之后 声明确起的脱线深忧 以及大测纸时代的正式到来 那一年 从写故事的小说作者出版社的编辑 到动画公司的制作人 以及众多的ACG爱好者 可以说同时同步地意识到 范特希 一开撸啊 而且由于范特希基本世界观的普及 导致创作者可以不用再去过多 描写异世界的特征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反正读者懂得都懂 剧情直接走起嘛 于是乎在2012年到13年 在成为小说家吧上涌现了一堆 异世界的创作者 二次元中送人去异世界的 小吧三班倒的运营 奈何川的访问量极剧下降 不需要有精彩的文笔 紧密的构架 只要你肯码字 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 这个男人转到异世界后爽死了 就肯定有人点进来看 若是你还能上点心 保持更新援助剧情 再加上先手占助一些 SSR的Manager 10M之类的 那么东海雷啊 这和中了500万乐透彩票 也没有多大区别 12年播下的异世界轻小说的种 在4年后陆续在动画中发芽开花 No Game No Life Overlog 闺语幻想的格林姆加尔 为这个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瑞琳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哎等会 这些都挺好康的呀 一点测纸味都没有啊 准确来说那个时候测纸 这个二次元语意都还没发明出来 就和买苹果一样 当然先挑又红又大的 以上这些作品虽然的确啊 使用了范特希异世界 这个好用的开局buff 但是内容上相较而言扎实有趣 动画制作方也都是业界好手 制作品质也超平均 虽然有一些出完一季就跑路了 那么随着时间来到2017年 名作带着智能手机闯荡异世界 横空出世 算是很多人人生中第一部异世界测试 随后两年骑士与魔法 鲍甘工程师与异世界狂相取 闲者之尊 异世界超能魔术师 平凡之夜 照旧世界最强 众神眷顾的男人 好了好了不念了不念了 估计有些人PTSD要发作了 能动画画 说明这些故事还是有亮眼之处的 这个要肯定 但相比较头部作品 它们普遍的剧情上缺乏铺垫 设定上缺乏逻辑 没什么角色刻画 主角只有强到逆天 费到爆炸两档 爽过开头之后 后继就越发乏力 再加上动画制作 不像以前投入大量资源 加以改造 让这些写成文字 尚且可以躺得过去的问题 做成动画之后 就被诬陷放大了 总结一下 测纸位 这个原料是广而接受的 范特希艺石阶的套路 酒馆啊 精灵啊 魔王啊 勇者啊 但是不是说用这个高汤底疗块 就一定会有侧直观 例如蕊林把描绘中心 放在破解谜题的剧情上 五指转身则是在中古奇幻的基础上 描绘了一个更加细致且广阔的世界 而艺石阶放浪美食家 就是换个地方 用心给宠物做饭 但若是从原作到改编 不想着怎么加料配搭 只是起一个特别炸糊的名字 撒点葱花就端上来 初喝第一口 哎呀 感觉还行 但喝多了 就会发现没啥内容 嘴巴里发色的咸咸味 就是艺世界厕纸的味道了 做这一期呢 其实不是要批判艺世界厕纸不厕纸 相反市场旺盛的需求说明 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多需要被开始 而是提醒 特别是入坑在大厕纸年代的同学 不是艺世界也不好看 而是烂故事不好看 那距离范特西艺世界大爆炸正好十年 现在正是他最鼎盛的时期 这一个月的艺世界爆仓也紧正了这个事情 内卷到此 曾经被吃干妈定的门槛又悄悄涨了回来 想要靠鞋爽门实现彩虹自由 难度比前两年高了不止一星半天 或玩梗或反制 越来越多的优秀的艺世界作品开始反思这股热潮 并在街上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 肯定会有这么一部动画 它既能响应现代人快节奏的带入速度 又不是老一辈经典作品的宏大与细微 到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像兴致勃勃向你推坑的新人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